哈啰欢迎回到只要有人听就好 我是嘉瑜 我是亚群 我是思杰 今天又是18分钟的那集 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吧 BANG 哦真的好紧张哦 这个有什么 第一次接吻的感觉 大家还有印象吗 大家还记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吗 我其实不知道大部分的人都记得吗 记得 我不记得 真的吗 完全不记得 那还记得是谁吗 我不记得 等一下 你记得亲吻的感觉 那不记得是谁 等一下等一下 第一次接吻跟第一次牵手 你们都记得吗 都记得啊 牵手 我好像都不记得 你是说唱歌跳舞那种牵手的话 我可能不记得 牵手 牵手 这什么 第一次如果是跟那种恋爱对象的话 都记得 记得 哇我都不记得 我记得 我是认真的都不记得 不是因为我很少啊所以 很久以前吗 之前我们在这个节目 有得出这个结论吧 就亚群渣女啊 过去的事情就忘了 过去的事情就忘了 没有啦 我只是记忆力特别差 我是说真的 那他应该是想知道说 第一次亲吻这件事情吧 对啊对啊 世界有得到什么冲击吗 我觉得他蛮冲击的 为什么 对方刚吃完韭菜水饺 因为力气很大 场景是在 你说他被抢吻吗 在摩斯汉堡吧 在摩斯汉堡 对高三的时候 不可以在摩斯汉堡吧 我真的不记得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算是 摩斯比麦当劳好吗 还没有在一起 还没有在一起 就是有一点像是 小暧昧 对然后在安慰他 在安慰他 你不要亲他 你们这些男生有什么毛病吗 高三是你不要 judge过去的我 现在不行吧 给他负评 给他负评 对啊 什么啊 看我一下那么激动 因为其实有一些脚本 不是会 可能有一些A片 或者是有一些 会觉得女生在哭的时候 会特别兴奋 但是其实真正的研究出来 大部分的情况 另外一半在哭的时候 当事者的性兴奋的 那个指数是会下降的 我是没有研究了 这个来自史丹佛大学的研究 毕竟只是亲吻而已 那笑错了 没有在博士汉堡做什么 枸写之事 所以接吻的当下是 我不知道耶 这两件事情有关系吗 其实接吻有一点不一样嘛 因为他不是单纯的性兴奋吗 对啊 那比较多是 我不是说很下流的性兴奋 我说就是单纯的那种感官上的 对 想要更进一步 对 当下的感觉大概就是 哇嘴唇好软哦 那没有很冲击啊 嘴唇超硬我比较冲击啊 对 哇怎么那么硬啊 这被蜜蜂叮吧 东西西毒 他被蜜蜂叮 然后你想安慰他就亲他 真的蛮冲击 对啊 应该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吧 这也太过分吧 因为那口水可能会流出来 所以就轻轻亲了一下 对就是轻轻亲了 那有因为这样 然后就两个人就正式成为情侣吗 再隔了一阵子 再隔了一阵子吗 没有很一阵子 就是隔了一阵子 就隔了两三遍 两三个小时 哪个几个礼拜 有一些讨论吧吧吧之类的 高三还要讨论 高三有什么好讨论 你们要讨论说 未来要不要一起出国 或者要生几个小孩 很复杂啦 高三两个小时都算一阵子了 是不是因为要考大考 所以需要再确认一下 我觉得其实就是没有讲明啦 OK 对就是有可能 对方已经觉得在一起 或我已经觉得在一起 但就是没有特别讲明 我第一次恋爱 这就是对我来讲 一切都太陌生了 很新鲜 就到底需不需要就是 讲说当我女朋友好不好 或者在那边拉单杠的时候告白 都不知道啊 OK 所以其实接吻之后 你就觉得 我们应该是不是算哪里 至少她不要把我推开嘛 说点是因为你强吻她 对啊 对不对 推不开啦 推不开啦 与其说是那种快乐 或者是感动 比较多是一种冲击 就是哇原来嘴巴这么软 对 其实当下真的有闪过这个 接吻是不是很难 真的觉得很享受 因为我知道大部分的人 应该也都是蛮紧张 或者是蛮 那可能还是会享受一个moment 但可能不会享受这一个 哦原来接吻的什么应该要怎么做会更好 是不是 没办法想到这些东西 没有出现像小说里面的言论 就是比如说有嘴唇 有少女的芬芳啊 香气很软啊 因为小说都会写这些 我说甚至不是眼睛小说 就是一般 可能有 但可能不会是摩斯汉堡啊 村上传出应该就会写这些有的美的 有一些春天的气息 对 然后脸旁的会有那种 小熊出身的绒毛 像是融化的奶油之类 对啊 所以都没有 都没有这些 只有摩斯汉堡的 香气炸鸡 我也记得蛮深刻的 但也不是说记得蛮深刻 应该就是记得这件事情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的感觉是 哦原来就是这样子啊 我可能也比较接近是这样 你们也是高中啊 还是更早 大学 大学很晚 就大学的时候 想说哦 原来这就是接吻的感觉 然后应该是觉得很多口水的感觉 那第一次亲就亲的蛮激烈的 对对 因为年纪很大了 年纪很大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子 我记得我 我怎么这样 如果30几个人才交往 他就 口水一直狂流 嘴巴整个头都吃掉了 是黑寡妇等级 就头咬掉了这样子 螳螂吧 对啊 就是已经到比较后期 就会变成螳螂 那亚群的 纷乱之中 我真的不记得 我怎么这样子啊 那你对接吻 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 但是我刚刚在想一件事 就是其实接吻 对我来说 非常的亲密 我甚至刚好在想 我可能更愿意跟一个 没有爱他的人 发生性关系 也不想跟他接吻 这个好像蛮常听到的 蛮多人是这样讲的 朱利亚罗伯茲在那个 就是那个 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就是那个凤凰 那个啊 麻雀 对 麻雀变凤凰里面 他是演一个妓女 对 但是他一开始就跟男主角讲说 可以做爱 不可以接吻 对 然后也蛮多人 这样跟我说过 就是说他觉得 好像真的是 因为接吻他觉得 可能要靠得太近了 还是怎么样 或是因为 不觉得接吻是爱情的象征吧 但sex就是sex 对 因为有一些朋友 可能也会分享一些 他们在外面 就是打打野炮的一些经验 没有到野啊 就是在外面 他们就会说 不接吻 没有接吻 江湖道上不接吻的 所以他们会讲这些话 就是表示说 对一般人来说 接吻可能 不太确定 有没有更神圣 但总之地位 是完全不一样的 方向不太一样 就是一个是生理 一个是性感上 我个人对我来说 好像是这个样 Cancel可能也 跟接吻 有一点点这个概念上 毕竟牵手的话 其实蛮妨碍生存的 那是吗 就跑得比较慢是不是 就是如果出现什么事情 或是对方不小心跌下楼 你就会滚下去 是会出现什么事情 警察领检吗 对 如果警察领检 他还不愿意 把手放开 他还不是很危险 很感人耶 或是他拉着你一起跑 可是你知道什么要跑 对 我自己好像没有特别喜欢 接吻这件事情 我比较喜欢 亲脸颊 或是亲额头 我个人觉得这种 还蛮不错 很浪漫的 真的吗 但当你额头面积 过大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那么浪漫 那就可以被亲到啦 对啊 怎么亲都是额头啊 各位洗髮精厂商 你们再不来赞助思捷 很快就要变成洗面乳的厂商 也就是 洗清革面 洗到后面啊 对对 因为这样子的话 用量就会很大 对 洗面有没有要洗头顶吧 因为如果全涂的话 你就是多 大概三张脸 就是整个有三张脸 怎么亲都是额头 真的好 你们有被亲过额头 或是眼睛之类的吗 有 而且我 眼睛 眼皮啊 我刚大表同意 就是我也觉得 被亲额头 或眼睛 或者是甚至头顶 我都觉得更心动 头顶很棒 头顶很棒 就我也在想那眼睛 就是演艺病在那边填你 不是 就你睡着 还是就是 没有人要你跟对方眼睛 发誓神 发誓神闻 不是这样子 你在闭目养神的时候 旁边有人清你眼睛 哇好可怕 可能终于提早出门 你还在睡 他终于就清你的眼睛 说他要先出门了 拜拜 这种的 或者他就一清又是耳朵 又是耳朵 怎么还是 汪洋般 今天想要亲一下自己的眼睛 哎呀 不小心又亲了 汪洋般大的耳朵 真傻脸 因为我有被亲过眼睛 然后 迅雷不及眼额 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 然后我印象中 好像以前有做过一个心理测验 就是说 喜欢亲哪一个部位 还是怎样怎样 然后就是选眼睛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纯洁的感觉 也是啦 因为那边实在是 离各种心情都太远了 你已经见过去黏膜 对 没有啦 不是填黏膜吧 是闭上去的时候 对闭眼睛的时候 张开眼睛的亲 我会吓风耶 很可怕 很可怕 跟你的研弈 又真的是研弈病了 对啊 把你的那个过敏源都舔掉 可能是因为他跟性离得太远 对 所以有一种被疼爱 或者是很纯粹的 对 爱恋的感觉 对 不只是爱 就是爱恋 我好像也比较喜欢 眷恋的情感 牵手或拥抱 我也是我也是 牵手跟拥抱也都比这些好 开始接触到一些身体黏膜的时候 就会变得比较不好 毕竟还是流于肉 我觉得黏膜根本就是一个界线 什么东西啊 黏膜真的是一个界线 哦 会不会 之所以有些人觉得 做爱还没有那么亲密 是因为做爱有时候 会隔开黏膜 尤其是跟不熟的对象 物理上 所以就没有接触到黏膜了 对 我的确有想过 其实你真的是可以不用接触到的 作为都有养宠物的人 你们是喜欢被自己的宠物亲的吗 我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亲 因为太多口水了 对 你养一只狗你就知道了 对 主要是太多口水 猫的口水量没办法那么多 对 主要是太多口水 而且猫平常根本不想亲你 所以它难得亲你的时候 会觉得啊好开心啊 而且我们养的狗 其实都算比较 嘴巴比较大的狗 它们就 就是有点太多 狗的口水也蛮臭的啊 就不是贵宾跟麻吉 对 我主要是不喜欢 而且有时候是 我脸上还有妆 就是会直接被撞掉 我会很麻烦 对 它会一直吐过来 舔我是蛮开心的 但是我不喜欢它把我装舔花 我是要一直吃我的粉底 对 我刚才说谢谢 然后把它推开 还蛮可爱 我是蛮喜欢的啦 就是被狗铺上来的话 狗是不是不大能够吃到化妆品 那一点点的量还好吧 应该三块钱而已 我们自己蛮常吃的啊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它又不是说 我真的给它一罐蜜粉 让它刻 我画到脸上 但是应该有人的化妆品 会整个被狗吃掉吧 那总应该就会有点危险 这个我绝对会生气 但这个生气的点 可能不是因为担心狗狗怎么样 主要是太贵了 一转眼两三千 大家当什么罐罐在吃吗 有够贵的 你们会接受跟狗用一样的餐具吗 我不介意 我也不介意 或是宠物 不一定是狗 路边的狗 我抢它的碗来喝水 你说洗过吗 洗过就可以吧 洗过 没洗过就很难 说不定它比我们还干净欸 我家狗的水碗 我很渴 我是愿意拿起来直接喝啦 真的哦 I don't care 我是真的不介意 之前不是在D卡上有一篇文章 就是在说 去丈夫家 我看到那篇 之后 然后被他们家的人的生活习惯下风 浴巾跟什么牙刷 什么都用同一个 然后他里面甚至讲到说 他有一次发现 他们家端上来的小碗里面 跟他妈妈 就是他 算什么 他婆婆 喂饲料给猫咪吃的碗 居然是同一个碗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这个我不介意 我觉得不小心吃到 我完全OK 但是就是刻意要用同一个碗 我觉得也是有点怪 你是说全家那种人的碗 可是你跟猫用同一个碗 对对对 这也太针对我的 真的还过分 你真的不等上桌吃饭 因为这个我真的不介意 我也不介意 我曾经有一次是 倒牛奶给我家狗狗喝 然后我就去微波加热之类的 忘记我怎么加热 我就加热完之后 我就要测试一下说 这个牛奶会不会太烫 我就把手指插进去 然后我就放到自己嘴巴里面 哦 这个程度还好啊 对 但是因为那就是一个狗碗 我也没有洗 我换个问题 那如果是别人家的 完全陌生的猫或狗 呃狗可以 没有啊 我是不介意 我虽然不太确定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境 就是我会必须要用到 我朋友家的猫跟狗的碗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就是你看自己家的小孩 或自己家的宠物 你都觉得那个 没关系 大便都超级干净的 嗯嗯 对但是就是别人家的时候 你都还是犹豫了一下下这样 主要是我想不到那个情境 就是我为什么会突然用到它的碗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介意 应该说我第一次有这个意识是 呃有一次带宠物去餐厅 然后餐厅要求我们 不能让我们自己的筷子 去碰到狗的嘴巴 哦 有其他客人会接一点 这个我很合理 可是我觉得可以理解啦 在外面要配合 在外面就是可以理解要配合 对对对 但是应该说那时候 我第一次意识到 有人会非常讨厌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但我自己是不会 我觉得尤其没有养的 多多少少会啦 会吧 因为光是连让宠物上桌 就是坐在 就是可能一起坐在位置上 就有些人不能接受了 嗯 所以我是觉得没什么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人类社会 但你们有口水屁 或是有认识 有口水屁的对象 有很多啊 但他们可以接吻吗 因为我很好奇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这是不一样的事情 但这不是很奇怪吗 对啊 我觉得就是 可能你有没有准备好跟 那他会要求说 一定要漱口吗 不会啊 刷牙漱口 宅解沐浴 都不用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口水屁非常严重 然后每一次我们都在担心说 他以后有对象 到底要怎么办 然后他也是跟我们说 哦那个不一样 你其实讲不太说 那个不一样在哪里 因为逻辑上应该是一样的 但我觉得那可能就是 从小养成的习惯 因为他连跟家里人 他都其实不太能够 共用餐具 所以其实 那不是人的问题 所以应该不是 亲密度的问题 所以他不能够接受 有口水混在火锅里面 可是可以生吃那个口水 他可能觉得说 老子的口水跟你中和了 没法 但我是觉得好难想象 但他们也都说不一样 我不许承认 我有中度跟 有条件的口水屁 我自己有发现 就是照理说 我是不会介意的 可是我的确有 有时候会 突然反应过来 对这个人为口水屁 对特别的对象吧 这个一定都会有 这种事情就没有办法 用逻辑解释啊 对对对 我小时候也不太介意 口水屁 但是现在长大 会比较不喜欢 吃人家吃过的餐具 那些的 我也是 小时候其实 完全完全不在意 现在比较会 其实我是那种 比如说 他不想你拿公块 拿走了 然后那盘菜 我就不会吃了 就不吃了 我真的不吃 然后我会整份餐给他 算是中到重度的 口水病 对因为如果 一定要 这算是介意的啦 一定要公块 我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就是比如说 如果他直接说 汤匙掉 那你直接用我的汤匙 这个时候 觉得比较微妙 我的确有发现 我是有条件的啦 因为像我跟你们 出去吃饭 我也完全不在乎 所以 什么样的人 你会突然觉得 这个人的口水 我不能吃哦 我不好说啦 第一次 牵手 不对 师姐的第一次牵手 是发生在 第一次接吻之后 之后 之后 所以你有觉得 果然这种事不是 循序渐进 这真的很不一定啊 完全不是 很多人是sex最先 很多人这一切都混在一起 或同时发生 对 尚称是循序渐进 然后我个人其实 最快乐的应该是 牵手的感觉 我刚刚也在想 好像也是 应该说 现在回想起来 牵手可能是 最让我心动的 有一个问题 超级想问你们的 你们牵手 是不是有一定的止序 没有 就是 就是我跟我老婆 就是这样牵手 或这样牵手 我就完全不行了 因为感觉是真的不一样 感觉是真的不一样 就是你手指卡的位置 不一样 不是啊 不是有一个就是说 你手这样直接握起来 然后你是右手拇指在上 还是左手拇指在上 你会完全不一样 是左手还是右手拇指 完全没有感觉 有没有差吗 你这样没有 平常惯用的 左手在上 感觉超怪的 像我一定必须要 站在我老婆的左边 然后用那个 指序来牵手 右手拇指在上 那我之所以会觉得 牵手对我来说 发生的时候 很快乐 跟很幸福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就是我交往之后 第一件做的事情 因为交往之前 我没有跟他有任何的 肢体的互动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 谈恋爱之后 才能够做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牵手 然后我就真的有那种 成为情侣的感觉 我甚至有回想起来 有几次交往 都像你的告白 可能就是从牵手的那件事 就比如说 他突然牵起了你的手 对 或他就是问说 那我现在可以牵你的手吗 我的感觉就会是 他在问到 我们能不能在一起 然后就牵着在一起了 他刚才只是怕你过马路 如果说 欸 阿嬷 很严重啊 那如果他牵着你的手 没有跟你在一起呢 哇 很渣欸 那我就是 我会觉得很丢脸 是他要觉得丢脸吧 真的吗 你说他牵我的手 但没有跟我在一起 是什么意思 我突然想到 我有男朋友是在 我们还没有在一起之前 问我可不可以牵手 但是我们没有在一起 之后也没有在一起 之后也没有在一起 也没有立刻在一起 意思就是说 你牵完手之后 你觉得已经在一起 然后你跟他讲说 那那个 我好危险哦 他就说没有啊 我只是说想牵你手 好危险哦 但没有吧 后来是怎么在一起的 就在一起了啊 所以牵下去就在一起了 对 那时候我来说 跟对那一段来说 我们后来是真的在一起了 哇 可是这真的很危险 应该吧 该不会 我有一任男朋友 其实现在有一个男的 觉得他从来没有跟我在一起过 对啊 他又没有说过 他是不是现在在 史瓦季然是个退休商家 哦不 哦不 我之前常常会遇到 有很多人说 我们应该在一起了吧 或者是 这种我都会觉得很惊讶 嗯 就没有讲名了 但如果是我们应该分手了吧 哦这个更更 这不是上礼拜就听到 对 我刚才说 好常听到 D card也好多这种 我们上礼拜跟本子吃饭 去情花椒就有这样的故事 就是对方好像还不确定 他们没有分手 对 然后他 就是当事人非常惊讶 因为这个对方是 逢年过节都还在 以宝贝称呼他 跟祝他情人节快乐 真的是你也是蛮疯的 到来亦南真的是 有一个很神秘的人节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对 这样礼拜很开心 但之后有遇到 那种很奇怪的要求牵手 但因为我不讨厌对方 然后对我来说 牵手其实怎么讲呢 其实我觉得一般朋友 也可以牵手 就是他是在一个 比如说大家可以牵手跳舞 就是 那不一样吧 我意思是说 单纯这件事情 并没有让我觉得 亲密到不行 它是一个 在特定的情况下 当然跟喜欢的人牵手 跟陌生人牵手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接吻 真的就有一点不太一样吧 那种感觉 我觉得牵手是比较open的 这样子 然后我个人是蛮喜欢 牵手的感觉 因为我很喜欢 自体接触 有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 如果是在那种 国外影集 常见到的玩游戏 然后里面有个惩罚 是要接吻 这种你们是会接受的吗 如果那个男 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男生 我是想要发生一些意外 我可能就不会想参加 我好像真的会 很尴尬 我好像也会拒绝 我好像不知道有办法 我也是 那如果参赛的人 就是一些彭于燕之类的呢 如果 都是哦 四个都是哦 对四个都是彭于燕 他是最为彭于燕 如果有 如果有五个菜头 一个彭于燕 你们会参加 或四个菜头 一个彭于燕也行 而且彭于燕 在之前还先跟你讲说 我在那罐里面加了签 但他们联合套招 我觉得五个太多了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我觉得如果是 一个菜头一个彭于燕 我敢赌 你敢赌 一个菜头一个彭于燕 我觉得OK 你敢赌 五比一太怪了 如果整场我都一直 看菜头在接吻 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 我觉得如果是看菜头 跟彭于燕接吻 那我觉得我还看到一些新的 可是如果我们玩完之后 我跟彭于燕 两个人一直互看 因为我们就是一直 在看菜头接吻 FOM HOH 我觉得我那一瞬间 好像跟彭于燕 变成了一个 拥有共同回忆的战友 很棒啊 也不错啊 我们曾经花了一整个晚上 在看菜头接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